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乐天盈 有传内地将会取消 俗称黑马的出入境健康申报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 由信心11月起取消 引述海关总署说正是最后审批 我得到的信息是非常正面的 海关总署的回复就是现在进入审批最后阶段 对于11月1日能够取消都是充满信心的 所有政策其实都是因时制议 恢复疫情前不需要申报的安排 都是有助于更多人流、物流 以至各方面的往来 我相信它都有其他的措施 就是要求入境出境的旅客 作一个合理的申报 施政报告提出振兴旅游业 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说 整体旅客恢复至疫情前七成 绝对做得不差 因应旅客口味转变 当局会与业界商讨发展特色路线 也会研究旅游轮旅游经济发展 韩远仪报道 政府提出要振兴旅游业 而近日中秋国庆黄金周 访港旅客仍恢复到疫情前的七成 不过市民不想比南下旅客多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 情况一直存在 明年将会公布旅游业发展蓝图2.0 开发特色主题旅游 吸引更多旅客 一直以来进入内地消费 或者内地去旅行 或者探亲过内地境的数目 一直都是多于内地下来的旅客 我们现在正正的计划 是鼓励业界的朋友 与我们一起去发展这些项目 我们做这些不是由政府一研讨 我觉得哪一个好就哪一个好 我们都要考虑实际 那个点或者那些路线 是否能够真的有吸引力 施政报告也提到 明年上半年 公布《游轮旅游经济发展行动计划》 这个我们会在我们不同的市场里面 看看怎样可以做多些 对邮轮来到香港的需求 另外我们也会看看 邮轮码头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怎样 这个当然要考虑整个契德的规划 还有邮轮码头现在的设计 究竟还有多少弹性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动 施政报告又将《创意香港》 改造成为民创产业发展处 杨润鸿说会增加四成人手 希望更好地将本地创意产业的市场 扩展至内地和海外 有线新闻何软仪报道 社区组织协会认为 政府研究取缔劣质务房 有可能有三成居民受影响 建议政府给业主有修缺或改善机会 否则贸言取缔会令居民流离失所 或者推高务房租金 谭美义报道 全港有11万间劏房 大约22万人居住 社协认为政府成立小组 订定劏房最低标准 可能会有近三成人受影响 李先生可能是其中之一 他住在月租3500元 大约50尺的劏房 天花有流水 担心政府没有妥善安置 就贸然取缔不达标的劏房 最终会无处容身 社协建议政府评定劣质务房之后 透过立法要求业主六个月内改善 并且为现有劏房登记和冻结户口 随后的劏房都要符合政府的标准 最终仍然是要加法上楼 如果已经申请公屋的人 我们觉得起码他应该提早三年可以陪屋 因为如果你说他不安置去公屋 可能他只剩一年就上楼 你还叫他搬去过度性房屋 然后他又要搬去公屋 其实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努民相材 社协担心取缔劣质务房之后 剩下的务房租金会上升 建议政府提供租金进贴 有线新闻谭美尔报道 今星期将会公布第三季 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会继续增长但速度较预期活慢 又说包括北部都会区等大型基建 会研究运用市场资金 强调即使处备足够 亦要预留弹药应对不同情况 来先同报道 多项基建项目陆续开展 包括即将在星期一公布行动干领的 北部都会区 施政报告公布成立大型发展项目 融资委员会 研究引入市场参与和发债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带领 他说北部都会区会逐个项目 度身订做融资方案 我们就算自己的荷包够钱做 我们都不会全部摁自己的荷包 不要洗光 一来我要有弹药 预备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弹药 大家有信心 我们曾经发过一些债券 政府的债券都很受欢迎 那是否可以将一部分开放给市民 今个星期将会公布 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陈茂波说会继续增长 但增长速度会较预期缓慢 而楼价由2021年9月至今 下跌大约17% 他说看不到有恐慌 未来会继续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 他又说香港资金人才自由进出 疫情期间尤其是去年上半年 区域总部公司受到出入境限制 离开的情况比较明显 最近都调回香港 有线新闻 黎善同报道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提振股市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 无助改善疲弱新股市道 建议政府牵头争取推进新股通 吸引来地资金来港认构新股 阳志聪报道 本港新股市道惨淡 头三季集资额不够250亿 同过往随时一只新股 都集资过千亿的风光日子 可以说是金飞适比 刚刚出楼的施政报告虽然已经提出 下调股票印花税等等多项措施提振股市 但是主力统筹新股生意的 却街董事总经理钟江洪 接受本台财志商全访问的时候认为 措施对新股市道帮助不大 建议政府和港交所 积极向内地争取发展新股互联互通 新股通可以吸引国内的资金 因为始终那么多年来 他们都没有在港股市场打新 而某一些企业基于它在内地知名度比较高 盈利能力也比较受国内的投资者认可 或者是了解 所以如果有新股通一下子的资金 我会觉得会比现在多很多 港交所前总裁李小嘉早在2010年 已经提出新股通的概念 但一直没有办法成事 钟角洪认为是时机问题 因为当年香港的新股市场相比 香港新股市场各方面都赢很多 但今年不同了 今年国内转了注册制 新股的审批快了 今年新股市场排第一应该是上交所 第二就是深交所 而香港已经是第七第八 在这种情形之下 国内应该觉得没什么心理包袱 因为他已经做起了 他认为本港难以寄望再轻易找到千亿新股 未来应该放眼AI等等的新兴暑题 看看能不能够掀起另一波集资浪潮 有线新闻院志聪报道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率领法官和司法人员代表访经 一行17人的代表团 由潘兆初担任团长 副团长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林文汉 今日启程到北京 将会和内地司法界 就宪法和基本法 司法制度 诉讼经验 两地司法协助等交流 并且到访 法院等设施 下星期日回香港 访美的外长王毅表示 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 推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三藩市会面 但表明实现会谈并不容易 双方要真正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排除干扰 陈建明报道 王毅在华盛顿出席智库的 战略界座谈会 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有机会下个月到三藩市 出席亚太京俠组织领导人会议 并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王毅说 双方同意潮主实现元首会面 而共同努力 但要实现通往三藩市 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不会是一马平穿 不能够靠自动驾驶 双方要设设回去去年11月 印尼巴里岛的会谈基础 真正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 排除干扰 俱伏障碍 增进共识 积累成果 王毅说 此行和美方 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就很多议题深入 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战略沟通 共同发出稳定 和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 虽然双方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矛盾 很多问题要解决 但都认同保持对话是有益和必要 希望中美关系尽快找下来 好起来 白宫早前确认 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回谈的时候 有讨论到推动两国元首会面 外电报道只是细节有待敲定 有线新闻 陈健明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日本东京涉谷区 在万圣节前夕期间 加强人流管制防范意外 当局派人将涉谷站前广场地标 中献八公同胀围起 架设铁马围栏 避免人群在这个约会胜地聚集 直至星期三才解封 又加派警力维持秩序 不准在街头停留拍摄 车站一带夜晚或为禁酒区 今次是日本解除防疫管控之后 首个万圣节前夕 当局早前呼吁游客和民众 不要到涉谷参加万圣节前夕活动 避免人踩人等意外发生 以色列的加沙作战进入第二阶段 持续凶杂并扩大地面行动 当地通讯一度几乎完全撤断 哈马斯说轰炸已经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 又指控以色列拖延释放人质的谈判 陆子情报道 配合地面行动 以军继续强光加沙 并透过社交网、电话、传单 再次要求加沙北部居民蓝迁 但有民众说根本无处容身 除了被烂的路程危险 南部的罪居地也都累累被光炸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宣布 对加沙军事行动将入第二阶段 形容是以色列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将会是漫长而艰难 但不会退让 他探视被哈马斯露走的人子的家属 强调摧毁哈马斯政权和军力的同时 也都会营救人知 哈马斯就指控以色列拖延谈判 说原本几乎达成释放所有人子的协议 乙军就否认 反指哈马斯只是想操纵舆论 乙军目前第二阶段行动 地面攻势规模比较小和集中 官方至今都未宣告全面进攻 美媒引述华府官员的消息说 防长奥斯丁又就此滑船 近日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的时候 土耳其指控以色列 是战犯国家 以方至回注土耳其外交官 并重新检视两国的外交关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伊斯坦布尔的支持巴人集会时 指控以色列是占领者和战犯 又说哈马斯并不是恐怖组织 以色列外长科恩随即进步至回注当地外交官 以重新评估两国关系 以色列和土耳其在今年8月 才全面恢复外交关系 互派大使和领事 相片关系可能因为袈裟战事 短期内再次受挫 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第一层药物审批机制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希望主动做药物评审 缩短引进新药的时间 做到好药港用的效果 现在引进新药最少要拿到两个监管机构的认可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建立第一层审批机制 可以缩短引进新药的时间 因为可以直接根据药物的临床原始数据决定 不用再依赖其他地方的数据 医疗不是一个生意 首要是病人 我是否帮不帮到他 市民能够享用到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在药物器械的评审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能够做到第一层的评审 表示我们更加主动更加积极 简单用四个字 就是好药港用 劳宠茂又说 本港的市场势病例少 以往选用第二层审批机制会相对安全 但随着内地推出港澳药系统政策 相信有助吸引医药机构来港发展 这个政策其实对很多跨国企业 他们是很大的一个提示 我只要在香港能够审批到上市 我就使用了 我就可以进入大湾区 8千多万人口这个市场 另外施政报告又提出 向大湾区医疗机构买服务 劳宠茂说初步救师会从低风险的项目入手 包括影像检查、低风险诊症或诊治等 有线新闻由进华报导 美酒街熬巡礼 最后一日在中环海滨举行 来啦来啦 来啦来啦来啦 活动今晚8点半结束 有参展商努力叫卖 吸引入城市民光顺 现场人流都多 气氛热闹 有商户说这几天累计生意额 达到6位数字 销情比预期好 也有市民趁临近万圣节前夕 带上应节声明 我们是看电视说有万圣节 有两个Token送的 所以就特意带这个进来 消费了都四百零五百元 有没有说同一百年的时候 已经是收紧了 都宽松了 差不多差不多 你现在有声音都关上了 其实消情都好 比我们预期更加好 当然我们当然愿望愿好 感受到气氛 我希望会越来越好 起码晚上的朋友多些会出来 我们都做过商家 我们都自己都觉得有个feel 不是说之前冷清清 不少行业在疫情过后 都盖探请人难 日本地初创就研发了自动调酒机 代替重复而努力密集的工作 调酒师可以负责 集中负责表演 设计新饮品 以及与顾客交流 令行业专裁发挥所长 黄海迪捕特 每一次为大型酒会提供服务 优善得的团队都会亲力亲为 将自动调酒机的组件放入箱 连同需要的各类酒精饮品 运送到宴会会场 你可以幻想一下我们整个酒吧都搬到你这里 而客人需要准备的东西都不多 可能是给一张桌的空间 我们就完成所有的布置 我们会从材料到人手上 以至最简单的器皿、杯子、冰 我们都会准备所有的东西 整个服务都会推出一站式 我们其实除了是机器之余 我们也会有活动员工具 我们不会只想把机器放在它 它们自助 我们每次都起马会有一位 所在放一个冰的杯 进入我们的平台 调节表 然后我们用手机 或者自己的器材 就可以在那里教 按自己想要的东西 30秒就洗澡了 燕煤奔客享用的雞尾酒 和人手充製的几乎没有分别 他们对于这部自动调酒机都觉得很新奇 除了在大型酒会或者燕煤上能够大派用场 这部调酒机在小型酒吧都能够用到 自动调酒机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节省时间和人手 某程度上可以解决在疫情之后 餐饮业界面对的人手短缺问题 亦都可以减轻小型酒吧经营者的成本 在性格比上它已经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当然你说找个人可能有好处 可能我找个再专业一点它当然好一点 但是你不同的行业可能适合start up 或者刚开始都要考虑其他的东西 在这个时刻就是用这部机的时候 就是挺好的选择 因为最重要是成本是降低了很多 我们整件事都希望制造一些空间 散却了Bartender工作的时间 它可以多些时间去照顾客人本身 我们出发点希望再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回想当初做研发 优善德形容是土炮制造 设计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一切都是由堆堆砌砌开始 后来它们就利用3D打印技术 制造机身的主要组成部分 未来它们希望可以增加鸡尾酒的种类 继续开发香港市场 而明年就会尝试去到海外 推广香港的本土创货产品 有线新闻黄许迪报导